我们看到的铜车马 它是用青铜铸造的马车 尽管它用青铜铸造的时候 它通过雕塑浮雕和彩绘的方式 把古代马车的结构 通过这种浮雕和彩绘 都把它的结构表现出来了 通过珍贵文物 头文版面 还有艺术场景 搜索多媒体 还有观众互动等多种方式 对铜车马的性质 结构以及它的架栏方式 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门板的外边驱齿形的拐出来的拐瓣 可以对门板形成一个阻挡 比如说我们如果把门板 向我们身边这边开的时候 门板是可以打开的 如果门板刮成这个样 如果再朝里边开 由于合脚的驱齿形务 刀瓣的走矮 走矮了 它就没办法再朝里边推了 这是和马车的车鱼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是 那是 我 你 我 我